另外一群弱势朋友是身心障碍的孩子 从学校毕业之后也要踏入社会工作 而唐市政基金会最近就开了一家庇护商店 让唐宝宝在这里快乐工作 学习自力更生 捷运南港展览馆站 最近多了这间名叫爱不啰嗦的庇护商店 今年二十岁的唐宝宝文旗 会很有朝气的欢迎您 闻奇喜欢招呼客人 另一位唐宝宝梦成最厉害的就是做面条 简单的几个步骤 只要把面粉和水放入机器里 面条就能现做完成 俐落的动作不用老师在一旁指导 每个唐宝宝都可以独立完成 厉害就厉害在这台自动制面机 当初就是专为唐宝宝设计 爱不啰嗦店里除了卖面条也卖小麦的延伸品 像面包饼干等等而且原物料都是来自台湾本土有生产履历的小麦 店内所有的产品都是以一个支持台湾本土农业为一个主要的核心 所以我们目前是以台湾小麦做它的延伸的一些相关的制品 包含了可能有饼干类面包类还有一些豆卖的酱油调味料之类的产品 爱不啰嗦在西班牙语是拥抱的意思 唐室镇基金会希望大家可以给这群漫飞天使拥抱 也给台湾土地拥抱 让这间在捷运站出口人来人往的庇护商店 能成为拥抱爱的转运站 记者陈保罗台北报道